高雄市庄信男子以三名驱租屋处作为分装工厂 涉嫌自制毒品咖啡包 并印上自制香味舌瓜瓜乐等图样 字样还以塑胶罐包装新兴毒品卖给不特定对象 并告诉首可持久的塑胶罐 再来买毒品可以算便宜一点 零雅景分局巡线逮捕装到按查扣 含K他命及安肥他命原料包共700多公克 零雅景分局接获献报装贤 19岁以租屋处作为分装工厂自制毒品咖啡包 并印上自制品牌图案侦查对组专案小组全力侦办 并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 经专案小组多日跟监埋伏 本月18日确认嫌犯藏身处所及出没地点 待时期成熟 在庄贤租屋处地下停车场逮捕 庄贤并查扣K他命毒品原料一包 内含安肥他命成分797 8公克三级毒品红豆一粒棉189 5颗总毛重物17 3公克分装袋电子磅称等证物 现金72800元等 警寻后全案以毒品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警方调查 庄贤涉嫌卖餐有K他命吉安非他命星星毒品 一罐塑胶罐装4公克 购毒者自行带塑胶罐3000元 每带罐4000元 自行带塑胶罐者便宜1000元 高雄市庄姓男子涉嫌贩售毒品被警方查或法办 记者黄轩和翻社分享 高雄市庄姓男子涉嫌以塑胶罐包装毒品卖给不特定 对象并告诉熟客持久的塑胶罐 再来买毒品可以算便宜一点 记者黄轩和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